抱歉,Snoopy,你不能跟我们一起,狼狼不允许在学习车上 身为一个夜帽子,早上的时候我脑子真的不好使 所以早上我下路最低的时候,我喜欢懒惨地学一下中文 我会去找我最听不懂的中文YouTuber,让我重复地看他的影片 你们能猜到今天的老师是谁吗? 他非常聪明,又帅气,戴着一副眼镜,来自台湾的一个男生 舅舅鞋 我会把手指放在暂停肩上 这样可以随时暂停,或者冲破我听不懂的部分 一般我只听得懂80% 剩下来不懂的词汇,我都会写出来,想自圆 10点了,今天要出门去看鸭医器鸭齿 我在新加坡快待了4年的时间了 但是我还是没有完全适应这里的天气 真的热死了 不过,新加坡的食物我倒是吃得非常习惯 我来的有点早,所以趁这个时间去买一些午餐 电菜的同时,我还联系了我拍照的能力 也去了附近的超市,买一些健康的水果 还买了一些垃圾食物 然后等鸭医的时候,我继续会查他们的讯息 洗完鸭了,吃饱饭了,那我们一起回宿舍吧 外面太热了吧,终于可以回到空调的拥抱了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耶,可以吃午餐了 今天的午餐是新加坡有名的海南鸡饭 这时候我已经饿死了 独自像一个卡车发动机一样吵 我今天的一个项目标是尽量每天给我父母打一个电话 朋友的年龄就会慢慢变大 我们在这个世界的时间就会慢慢变少 一个人住在国外偶尔会非常孤单 所以很开心有他们的陪伴 我爸爸是我频道最大的支持者 所以我们在聊我最近的影片 今天我要约我的妹妹,叫她英文 所以你让读者很简单 解释如何是A和B的关系 好吗? 我16岁的妹妹一定比16岁的我聪明多了 加完货我会发达一下,大概5分钟的时间 我会看志村人最新的影片 然后我会开始剪辑这个星期的影片 我认为剪辑影片最难的部分是选音乐 也是最好玩的部分 我写一部影片的字幕大概需要8个小时的时间 像一部影片的主题需要一天的时间 但音乐呢?整个过程就是音乐 我希望我变一个很厉害YouTuber的时候 观众们能一听到某一个影片的音乐 就知道是阿迪的影片 OK,片题了 三个小时后,我这个星期的影片剪辑好了 我把它倒出 晚餐的时间来了 我会用Speedy来做一顿好吃的三文鱼饭 做饭的时候,我会练一下拍球 一整天坐着剪辑影片对人的背特别不好 所以我会做一些简单的运动 也会拉伸一下 今天的晚餐有新鲜的米饭 三文鱼和烙梨 一边吃饭,一边看摩登家庭 就是人生最大的快乐之一 不知道你们跟我一样奇怪 但我超喜欢打扫 是一件非常疗愈的事情 洗完暖和衣服啦 我决定下路很高的一天 要以唱歌作为结尾 然后最后决定躺在场上睡个好觉 晚安大家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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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